今天有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阳台上的这些多热 看看他们在这烟热的夏天长是怎么样 这几天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黑夜白日了 现在终于晴天了 看看我阳台里边的这些多热 在夏天基本上是着不着太阳光的 有好些爱土长的多热都让我拿出室外了 现在室内这些多热长是还算可以 再看一下这小台上的一些小盆多少 一年四季我全都在这里边给他们摆放着 这盆是千佛手 这盆是原始的紫珍珠 这个旁边的是紫珍珠锦 也叫彩虹 这是婴儿手指 这里是平行姑娘 这是奥普林娜 再看看我这小盆是冰玉 这盆是带香味的老耳 这旁边的小盆是颜美的 他们保命就不错了 看看我这盆鲜发月锦 它的颜色还仍然很好 旁边的是带香味的百合粒粒 这是我去年繁殖的小米星 这个球就叫吴雨玉 这是小天狗 长势也非常好 它的旁边的是小紫珍去年繁殖的 再看一下我这小盆是三色锦 这个是本麻底丝 它们俩也长得非常好 虽然颜色不太好 这是桃美人 颜色还粉粉的非常漂亮 我这盆是西柴树 它上面几波没有小红价尖 这盆也是西柴树 有一点点小红价尖 这是紫珍珠 长势也非常好 这大盆是紫珍 是我最大的一盆紫珍 我这大盆是燕日灰锦 现在颜色也不怎么好 但是它们长得还算可以 这盆是天使 看看这两盆多热 长得非常好 这边这紫色的是叫盖笔 那边是美性锦 它们的颜色还都非常漂亮 看我这小盆西柴树 长得非常漂亮 翠绿翠绿的 它跟那两盆西柴树是不一样的 那两盆是黑绿 这个呢是翠绿的 看我的小盆灿烂 长势也非常好 但是因为它缺光 所以它的叶瓣往下有点翻成 我这小盆打磨宝珠 长势也很好 今天早晨给它浇水了 咱们夏天给多热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摸摸它的叶片 如果发软了 就一定要给它浇水 不软就不要给它浇水 早晨我给它浇水 还没有吸饱 看看我挨着窗户 玻璃那边的紫 这是独克的 长势也非常好 好多这些多热呢 在夏天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也不怎么退 我都喜欢这一年四季 全都有颜色的 多热 看看这盆紫珍珠呢 在浇水了 它的叶片都特别的粘了 特别的小嘴 看看 特粘特粘了 今天给它浇点水 因为好长时间没给它浇水了 咱们夏天给这些多热浇水呢 一定要等它特别的粘粘了 再给它浇水 再有浇水 所以不要浇太多 给它浇有三分之一的量都可以 只内养护呢 就要少给它浇点水 因为它不易有干嘛 因为这个夏天嘛 正是属于潮湿闷热的天气 七八月份 千万不要多给它浇水 容易闷根 不爱干 在室内养护多热的水 像这西苔树也是那样 我总是这样摸摸它的叶片 暖不暖 暖了再给它浇点水 我这大盆银肉质 长得非常好 这个球是今天开了第二天的 每天早晨都开始开 它是上午开的 这个球的花朵 最多也是能开三天 这小盆子孙球呢 这段时间没有开 它现在正在长球球 它们开花和长球 就是分阶段的 今年又增长了 好几个小球 这些小不点 都是新长的 再看看这两盆吊篮 一个是情人味 还有是紫旋月 它们都长得非常地好 看看我这一大棵 是芒叶不思念 长得这么高了 今年秋后都可以开二了 看我这大棵鸡娃娃长得非常好 我这小盆前团 再浇水了 看看那大棵草 已经太干了 太粘了 放碗再给它浇水 因为现在白天太热 这小盆红枝玉 长得也是不错 这小盆是海豹 长得挺豪满的 这小盆是西材树 前一段时间 我栽种的砍头苗 现在也活了 看看 已经长根了 因为它不粘了 这两小盆非发芋 全都开下了 昨天这个白色的开一朵 今天这两小盆 一块开一朵 非常漂亮 我这几个求救 就是他们把接链不断的在开 这个塌开明天塌开 好了 这期视频 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